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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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本来他接触教学的对象都是研究生 一般的大学部的同学原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来聆听王老师的演讲的 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我们也很谢谢王老师能够抽空来跟我们大学部的同学谈一谈他对于当代小说的看法 那么说到小说研究 王老师的研究本来是从中国的现代文学开始 可是之后呢他很快的呢就扩展到台湾香港还有马华等地的先当代文学 之后呢还有晚清小说 那么最近几年呢又陆陆续续有关于后遗名写作 有关于这个抒情传统的现代性 那以及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等等 那么这方面的一些论注 那么王老师不管是在研究或者是教学方面 其实最有意思也最让人佩服的就是说 他都能够带出很多新的 而且具有启发性的前瞻性而又很深刻的观点 那么别的不说我们就以今天演讲的题目 大家看今天他要讲的是 华语语系与义托邦会以洛乙军黄景树 董启章这几位作家呢为例子来讨论 那么我想在此之前可能同学们 大家大概都听过乌托邦 可是什么是义托邦呢 那大家可能都听到过华语文学或者是华文文学 可是什么叫做华语语系文学呢 那么而我们在阅读了所谓的华语语系文学 跟这个掌握了义托邦的概念之后 他又可以让我们怎么样重新来思考 这个亚洲或者是东亚 它到底是一体的 还是离散的具有多元意直的特性呢 我想今天王老师应该都会 为大家带来很好的解答 以及精彩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以掌声来欢迎王老师 好 非常谢谢梅老师的介绍 那么各位同学以及我所认识的部分同事 大家早 那么真的是非常难得 就像梅老师刚才介绍的 我是台大的校友 那么而且我在台大教过书 1982到1986 那么那时候我想99%在座的同学都还没有出生 那么但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就是离开了台大这么多年以后呢 这一次又回到台大 那么担任教书的工作 那么很珍惜这个机会 今天这个题目也许对在座部分的同学 听来有一点陌生 那么我们主要处理的呢 就像刚才梅老师所说的 那么在一个广义的大中华语境里面 叙事文学 尤其是小说呢 它怎么样来承载 那么过去一个世纪 那么历史的变动 族裔的迁徙 还有各种各样政治以及生命情境的改变 那么文学到底有什么用 当然还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 那么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同学 并不是文学院的专业的同学 那么有很多是从不同学院来的同学呢 选修这门通试的课程 所以我今天呢 尽量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呢 来说明今天这堂课里面的三个重要的观念 那么第一个呢 什么是华语与系 第二个呢 什么是义托邦 那么第三个呢 什么是华语与系里面的 那么呈现这样的一种义托邦特性的文学创作者 还有他们的作品 那么他们的名字呢 分别是 洛义军 黄锦树以及董启章 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啊 还 至少还听过一些名字 有没有最近看过小说呢 就是除了听他们的大名之外 最近在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内 或这一年内至少看过一两本 这些作家写作的小说 有没有在座同学 这个有任何的心得或是发现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就是我们也许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呢 在其他各种不同的 目前的文化以及社会的文本上面 这个最近的Apache 对不对 每天大家盯着看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上 我们看到各样的叙事 那么高潮迭起 我们觉得非常的兴奋 每天呢 都有新的爆料 那是一种叙事 但是呢 比起我们现在今天要处理的 这些作家们 他们对于各种各样现实生活的 各种叙事的方式 还有他们的想象力呢 那么我当然站在一个文学的 一个读者的立场呢 我认为文学的 所反映的现实人生呢 远远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不论是脸书上的 或者是LINE上的 或者是新闻媒体上的 各种各样叙事的行为 或者是风格呢 更为来得复杂 更为来得诡秘 也更能够引人 深思就是文学 以及历史 还有社会的互动关系 我首先呢 从这一张图片的一个集锦开始呢 那么请教大家 也许你们可以从这些影像里面 认识了一些 你们曾经熟悉的作家 或者是有兴趣的作家 能不能指认一两位作家 你们所熟悉的 最大概最熟悉的就是那个 右上方那两位 是不是 这个一位呢 这个叫做张爱玲的 大概听过 那么至少呢 张爱玲是我们永远的张爱玲 虽然没有听过呢 至少要常常提到他 也表示我们有一些文学的信念和素养 那么另外一位呢 这个白先勇 那是也是我们永远的白先勇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不得了的一位校园人物 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上的一位 非常重要的推动者 那么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一张图像的集锦里呢 还有其他的作家 你们认得吗 比方说左上角这一位是谁 高行健 那么在1987年以前 他是中国作家 1987年以后呢 他流亡到法国 后来规划成为法国的公民 当2000年的时候 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那么他的国籍 他的族裔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到底他是中国作家 还是法国作家 那么这个高行健得奖呢 让中共当局震怒 是不是 认为这是一个国际最不友好的一个表示 那么12年以后呢 突然国际又变得很友好了 当这个莫言得了奖 所以这个国籍到底是他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国的作家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么他用法文 用中文创作 那么他的作品呢 基本上是在台湾出版 如果当时在1980年代的末期 联京出版公司 没有出版他的林山 和一个人的圣经的话 我想高行健到今天呢 仍然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 一个所谓的华语 或是中文的作家 其次第二位 你们知道是谁吗 三毛 我们永远的三毛 是不是 在1970 80年代呢 那么曾经到北非去探险的 和那个神秘的河西 有一段生死之恋的 最后呢 这个西班牙 这个浪迹天涯 各种各样传奇的事迹呢 都发生在这位女士的身上 那么他呢 在1980年代呢 以他这种异国情调的 流浪的 橄榄树式的 漂流的文字呢 风靡了那一代的 这个青年读者 包括我 那么之后呢 他当然也风靡了 大陆的那个80年代以后的读者 率先反攻大陆的作家呢 是他是其中之一 那么在中间呢 是这个马剑 他是现在定居在英国的 一位中国作家 那么当然呢 早就放弃了他的国籍 那么他也是到目前为止呢 以中文长篇的形式 书写天安门事件之后的 整个的这个暴力血腥的 这个后果的 唯一的一位华裔的作家 当然他的作品呢 是在中国是被禁掉的 但是呢 马剑至少有一个发生的位置 那是在台湾 他的作品都是在台湾出的 那么下面这一行呢 我们就快一点 从左边看 是马来西亚的女作家 李子舒啊 这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 女作家 那么他呢 除了写作马华背景的作品之外呢 他个人的这个游踪行旅的经验呢 也让他的视野扩及到 华裔的这个社群生活之外的 这个大的世界 不论是在英国 在欧洲或者在拉丁美洲等等等等 都有他的这个所谓游踪 也都有他的 就各种各样生命的记录 再下来 董启章 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介绍的 那么以香港为基地的一位作家 再下来 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朱天文 是不是 再下来 这一位呢 这个颜歌林 可能多半同学不知道 那么最近看过张艺谋的电影的部分的同学 也许知道 那么他呢 很多的小说都改编成了电影 那么来自于大陆 但是呢 现在定居在德国 那么又是一位所谓的海外的 以中文汉语写作的作家 那么最后一位最为特别 哈金 虽然来自中国 那么甚至曾经当过解放军的军人 那么86年到了美国之后呢 那么因为天安门的事件 他选择不再回到中国 不但做了这个选择 他甚至选择放弃了用中文来写作 那么他主要创作的语言是英文 那么他现在呢 应该说是在英语世界里面 最重要的一位华裔的作家 但是这个阅读哈金的英语小说的时候 我想绝大部分的作品在台湾都出了 时报出版公司的这个出版品 那么一方面我们觉得他的作品呢 这个英文写作翻译成中文之后呢 似乎有一点翻译腔 可是如果用英文原文来阅读的时候呢 又觉得哈金的中文有中国腔啊 他总是用这个简单式来写作 因为英文是一步步学出来的 所以毕竟没有像洋人那样的自然的 那么口语式的表达 但是呢 它是另外的一种有意义的 有趣的英文的创作 有中国味的英文创作 所以这些语言在互相流转的时候呢 不只是这个ABCD 或者是这个大写小写 或者是简体繁体的问题而已 也包括了文法 包括了语气 包括了语境等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呢 形成了一个极端复杂的 一个书写创作 还有言说的这样的一个语境的问题 而这些呢 都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 什么是华语语系的一些大的方向 现在呢 就问到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华语语系 为什么要谈华语语系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文学史的认知里面 不是已经有各种各样的 大型的这些专有名词 来指称用中文写作的作品吗 那么我们有中国文学 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 这是我们看待这个整个的 广义的中国文明历史里 文学上表现的 通常用中国文学这个词 那么相对于中国文学呢 至少在过去这些年 那么在大陆呢 那么这个官方又有华文文学 这样的一个称呼 来指称在大陆的这个政治地理 境外的文学生产的结果 那么包括了像是台湾 像是港澳 那么像是新马 那么甚至像是欧美的 各个不同的这个华裔的离散的社群 所以这是一个 也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专有名词 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呢 为什么要用华语语系 这样的一个词 来区别我们现在关怀的目标呢 好 那么再一次重复 华侨文学 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 汉语华文文学 这都是呢 对岸的这样的一个 文宣的一个机器呢 常常用这样的一个名词 来指涉海外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 那么在台湾呢 在过去那些年里面 我们也曾经用过华侨文学这个词 那么来指称在台湾以外 但是仍然奉台湾为正硕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 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名称呢 都有它的一个历史和动机 那么文学呢 从来不是一个天真而简单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 我们感觉出来了 有中国文学 那么就有华文或是华侨 或是世界华文文学等等等等的时候呢 那时候这个内和外的分别 主和从的问题 那么当然更不谈简体字和繁体字的等等等等问题 所以这里有一个微妙的 一个以政治坐标来区分的文学地理观念 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思考 那么现在呢 我们希望用华语语系文学呢 重新来定义我们这个广义的 在政治地理以外的中文创作的文学现象 我们用的词呢 是Sinophone literature 那么必须要用这个英文的词呢 因为它有一些连锁的理论的问题 这个Sinophone这个词呢 是一个新发明的字眼 它的对应的这些关键词呢 在英语的语汇里 包括了Anglophone Frankophone Hispanophone 还有Nipponophone 等等等等 那么换句话说呢 英语语系 法语语系 西班牙语系 甚至是语语语系的文学的这些成果 这些phone的加入呢 它其实有一个强烈的政治 以及理念的一个背景 通常呢 和殖民时期 殖民者 就是殖民的宗主国 在被殖民的地方 强加它自己原来强势的语言的过程里面 让在地的被殖民者 在地的土著呢 那么经过学习 经过了其他的各种各样 政教文宣的形式 而得到的一种新的语言的能量 用最简单的话说 1895到1945年的时候 那么当日本人占领台湾 把台湾当作殖民地的时候 第一代的台湾人 也许仍然能够用传统的汉文来写作 但是第二第三代的台湾人 因为教育的关系 因为政治各种各样的 这个决定的关系呢 他不得不然的 就进入到了一个日语语境的 听说读写的过程里面 那么年生日久呢 那么台湾人就把这个日语呢 当作是一个正宗的语言 而相对之下 原来的华文中文或汉语呢 就采取了一个比较次要或低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说台湾的文学 在某一部分上 1895到1945年这50年间 有一部分的文学 是所谓的日语语系的文学 Nipponophone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讲 比方说是像杨奎的宋报夫 像是龙英宗的木瓜树的小镇 等等等等 原来都是用日文写作的 更不说吴卓流的亚细亚的孤儿 所以这是一个日语语系的问题了 那么以此类推 在英语殖民的国家 法语殖民的国家 西班牙语殖民的国家 都有这样的一个语种转换的现象 所以在一个广义的殖民 以及后殖民的论述里面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词 叫做华语语系文学 但是一提这个词 也许大家立刻就有一个反应了 难道在广义的中国的 二十世纪的历史上 有这样大规模的 被殖民的现象吗 那么台湾也许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例子 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领土 即使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时候 也未必是这么样被彻底的 殖民化或日语化 即使是在战争期间的上海或是北平 即使是在满洲国的时代 其实中国人在那个时候 都仍然自觉地使用着中文来创作 也许日本人的殖民政策 还不够彻底 还没有完成 但是呢 这些现象就足以说明 用殖民或后殖民的观点 来看待现代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广义的语言流变的现象 可能并不是充分的 更不用说 从十八十九世纪以来 当华人 当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国人 那么到国外去移民的时候 尤其是到这个东南亚移民的时候呢 落地生根之后 在各种样的道理上 他们似乎都应该放弃 原来的祖宗所流传的文学文化的传承 而采用当地的在地的语言 作为谋生的工具 作为进一步文化传播的方法 但是事实不然 即使到了今天 即使在东南亚的许多华人聚集的地区里面 华人仍然是在自觉的 有意识的采用中文 来传承他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脉络 来传承他们自己的文字 以及文学的信仰 所以这些呢就不能够再被简单的归纳 成为被殖民的情境了 而恰恰相反 这些华裔呢是自觉的自主的呢 来延续他们过去的这些文化的根源 所以是不是这个后殖民观念呢 能够充分而完满的运用在 华语与系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上 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继续辩论的一个大关键 所以我在这里呢先说明一次 现在呢我回到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那就是当我们谈华语语系的时候呢 我们心目中想的不只是以中文 现在用中文其实就是汉语 就是我们大家沟通用的 约定俗成的最强势的一个语言 我们突然了解到原来这个华语或是汉语呢 它是在一个汉藏语系里面 有数百种将近四百多种语系中的 语种中的一种而已 那么只是使用这个语种的人呢特别的多 而且在政治历史上呢 各种各样的机缘 让这个中文以汉语为中心的中文呢 成为我们使用的强势语言 但是其实呢汉藏语系 我用这张图表来说明呢 有无数各种各样分支的语系 也有无数各种各样呢 其实可以独立的方言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华语这个词呢 它意味着超越了狭义定义的标准国语 或普通话或汉语之外的 更广的一种语言沟通的现象 各种各样的语言 那么都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 所谓汉藏语系的系统里流通着 那么刚才不相信的话呢 我们甚至可以采用这个中国政府 他们曾经在19 对不起在2013年 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公告 那么这是中国这个教育部 在2003年的一个发布会上说明的 目前中国能用普通话交流的人数 只有总人口的70% 而且大部分普通话的水准都不太高 还有30%也就是4亿多的人口呢 不能用普通话交流 这个意思呢 很有意思 很让我们觉得意味深长 那就是中国福元广大 号称有56个民族 理论上有不同的 至少有56种语种或者是语言的表达方式 但是在大一统的格局之下呢 那么从这个建国1949建国之后呢 中国的政府就发展出来 这个大规模的普通话的 这样的一个铺天盖地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当然是有其必要的 一个国家统一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表意的一个工具 到了今天 大家如果有机会看看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你打开那个电视的第二第三第四频道 每一个播音员 它的声音都是自证腔圆 是不是 每一个都是那个标准 不能再标准的普通话 那个当然是我们最理想的 最乌托邦的 最完美的语言表达的方式 而实际上呢 任何到过中国大陆旅行的同学都知道 中国这么大 大江南北 那么除了普通话 多半时候讲的不太标准之外呢 大家用方言 用自己各个地区的 那么不同阶级的 不同的行业的 不同年龄层的话呢 不断的交汇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产生了语言的众生喧哗的现象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对岸的国家领导人 是一个中国梦 发展普通话 共主中国梦 也是国策之一 可见的语言和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国家民族的想象呢 息息相关的 那么在过去呢 尤其是在这个1989年 天安门之后呢 那么有许多海外的学者 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应应当时的这样一个强势的 政权的一个压制性的手段 包括了像杜维明教授 提出了文化中国 像是王庚武教授 提出了在地的中国性 实践的中国性 李欧凡教授提出了 游走的中国性 等等呢 各种不同的观点 那么但事实上呢 这些观点呢 无非是导向了 我们今天呢 用华语语系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要强调的 那就是 也许政治上的一时一地呢 我们必须去承认 它的历史的格局和现实 但是在一个更优远的 历史文化的传承上呢 我们不得不去发掘 那些众生喧哗的现象 而这些众生喧哗的现象呢 是存在你我周遭之间的 它总是流动的 总是生活的 总是活活泼泼的呢 提醒我们 那么经过语言的表示呢 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各种各样的立场 各种各样的生命的 这种想象的可能呢 都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而这点呢 正是文学作者 以及文学读者呢 更善于来发挥 或者是来 我们大家的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 华语语系的一个 最基本的概念 那么现在呢 我开始要介绍三个 不同的进入 华语语系的批评方法 那么这三个方法呢 其实有刚才 类似共通的一个出发点 但是在发展这些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三个 不同的声音呢 却提出了 这个华语与系论述里面的 这个相互对话的一些可能 那么第一位呢 我介绍的是史书美教授 那么呢 他是韩国出生的华侨 在台湾这个师范大学毕业 那么到了美国教书 现在香港教书 那么他呢 他在2007年提出了 视觉与认同这本书的 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么他也可以说是 整个这一代呢 华语语系批评论述的 一个最重要的发起人 所以这是他对我们这个领域 最重要的贡献 对于史教授来讲呢 就像刚才我已经说过的 我重复一次 华语语系呢 应该是我们现在来看待 自己和这个对岸的 强势的一个国家立场的 一个对立的一个方式 我们经过认同或是指证 声音上的这个众声喧哗的现象呢 来说明各种各样的主体性呢 它可以在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这个生活里的 发声的方式呢 就已经表达出来 那么对于这个史淑美教授呢 来讲 他的论述的一个基准点呢 恰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殖民主义 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后殖民主义的立场 所以他整个的论述呢 是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批判的 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的 那么用一个简单的 代换的方式来说呢 那么今天的对岸的 中国的政权呢 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庞大的 几乎是有殖民意向的一个帝国性的这样一个政治实体 那么同意不同意是我们等下要辩论的 只是我现在来用这个史淑美教授的理论的方式呢 来刻意的来套用这样的一个论述的可能发展 那么史教授也提到了 这个我们中国呢 在过去的历史上 虽然总是说被西方的强权 西方的殖民主义 所欺压 所侵犯 但是千万不要忘掉了 中国也可能是一个内陆的大陆的殖民主义的帝国 那么这个尤其史教授呢 提出来在清朝的时候呢 这个满洲人所这个形成的一个大的这个大清帝国呢 其实呢 这个他的各种样的攻略 各种样的兼并的这样的历史的事实呢 代表了一种殖民的这个现象 或者是汉人移居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时候 尤其是汉人到台湾 尤其是汉人到东南亚的一些相对经济情况 文化情况落后的地方呢 汉人虽然是新移民 但是呢 他们用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资源 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其他的手段呢 来压抑当地的原住民 所以即使呢 移民者 包括了从闽南 从中国的其他地方 来到台湾的这些汉人的移民 也可能是殖民者 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原住民 也造成了另外一种啊 这种欺压的统育的一种方式 那么对于语言权力的剥夺 对于生存情况的这样的一种强势的垄断 等等等等 这也是一种移民的 殖民的主义的结果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史教授认为 在讨论了太多的移民 这个migration 或者这个settler 或者这个settlement等等之后呢 我们也许应该强调 一旦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应该落地生根 不要再去回想你过去的所来之处 不要再回想所谓的夜落归根 这一类的乡愁的这一类的这个论述 你到什么地方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安安心心的 安顿自己做那个地方的人建设这个地方 当然他的语境呢 是在当时是在美国 那么当然他呼应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元族裔政策 美国的这个文化多元政策呢 强调说这个华裔到了美国人 就是美国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快快乐乐的这个变成了美国的公民 从此呢 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不是不要再讲离散 这个太容易这个词 我们应该要生根 但是我想等一下我们可以在讨论的时候继续来辩论 就算是有很多的移民希望落地生根 但是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原来在地的居民 并不希望移民者真正的融入原来的社会 就算是我们反离散 但是离散难道只是一个简单的身体的挪动而已吗 或者是这个历史的传承 难道就这么样的简单的一清二楚的被抹消吗 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海外移民的现象呢 很多第二第三第四代的这个华裔的这个移民者呢 那么其实念念不忘的是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本土的根源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到底这是政治不正确呢 还是是不够这个这个反离散呢 等等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有争议性的一个理论的论述方式 而在政治上呢 那么史教授呢 强力的推荐海外的华语语系的族群 或者社群呢 应该理解到自己呢 区别于对岸 就是那个大中国的那样的一个一个强势的政治实体 所以这个他们和我们呢 这个分别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在这样一个这个国际旅行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里面 甚至是资本也快动流速的流动的时代里面 你去刻意的区分他们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隔 会不会又堕入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的冷战的一个格局的简单的论述里呢 或者是在强调海外华语语系 各个不同社群的相互服歇认同的一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也忽略了 即使在一个小小的华语语系的社群里 不论是在菲律宾 不论是在这个吉隆坡 不论是在台湾 可能华语语系里面的问题 也一样的纷纷扰扰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去简单化呢 可能是沿着史教授的论述呢 我们再进一步有思考的必要 那么现在呢 讲到这个第二个这个进入的方法 刚才我们讲的是以殖民和后殖民的论述呢 进入问题的一个方法 现在这位呢 在耶鲁大学任教的石敬远教授呢 特别提出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语境呢 其实永远是在 请看最后那一行的英语 这个很难翻译 我就用了英语的原文 Linguistic Nativity 就是一种语言的一种一种一种生长性 那就是语言 就是我们大家在台湾 我们都讲的是这个有台湾文化背景的 这个所谓的国语 那么这个国语呢 一方面是我们生而习之的 因为我们从小呢 生长在不同的这个环境 我们自然就学了我们所谓的国语 但是也可能是习而得之的 你们进入了高中 你们进入了大 你们和同学之间用讲话的方式 语气 还有怪用语 那么可能和你们在跟父母讲话的时候 和老师讲话的时候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Linguistic Nativity呢 它是一种一种不断衍生的 不断发明的 不断变动的一个过程 它不应该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所谓生理的 本能式的 这样的唯一的 这样的一个发言的方式 所以这个史教授呢 在这里强调这样的一个 语言的流动的感觉 而这个语言流动的感觉呢 扩而广之 到一个广义的文化 政治的语境里的时候 那么他要强调 各个不同华语的地区 包括了中国大陆 那么各个不同的领域的人 阶级的人 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等等等等 你来我往呢 往往呢 不得不仍然发明一些 所谓有共识性的交通交谈的方式 这个就所谓的Synophone Governance Governance在这里有治理的意思 但是我宁愿把它翻成 所谓合纵连横的方法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治理呢 不是由上而下的 不是这个习近平或是马英九说 你们一定要讲普通话 你们一定讲国语等等等等 而是在自然而然的过程里呢 我们因应各种不样的形式呢 我们在合纵连横的方式下 那么把这个语言呢 还是把它形成了一种沟通的网络 而这个沟通的网络 与时俱变呢 这个前些年 我到这个中国大陆有一次特别惊讶 怎么一下子这个几年之间 所有大陆的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都是用港台枪来发音了 就是也许他的语会 仍然是中国大陆语境的语会 但是那个港台枪呢 就是这个德勒纳妈 是不是非常的轻 那么尤其是女孩子讲起来 特别的娇柔可爱 那么等等等等 你突然觉得 这和我在80年代听到的 对岸的师父跟同志们讲话的声音 是不一样了 或者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现在看到报纸上 很多用词用语 什么滑坡了 什么蹲点了 什么档次了 等等等等 都是大陆过来的 所以在有意无意之间呢 这种语言的这种合纵连横 是在进行着 那么史教授呢 就特别要强调 语言是一个活的东西 它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 它是有实际目的呢 不断在让我们传播的 这样一个过程里 所以华语语系在这里呢 不再能够简化成为一个 他们和我们的 一个一分为二的 一个简单的形式 所以它这里面的论述呢 在理论上是有强烈的 英美实证主义的基础 那么现在呢 第三个方式呢 讲到我自己呢 进入这个问题的方式 那么我在前些年 曾经写过一本 这个后移民写作的书 那么也招来很多批判的声音 一看这个王德威 就像是一个移民的样子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后移民在这里呢 恰恰是一个批判移民的 一个观点 而我在这个论述里 所要强调的是 华语语系呢 当然是有地理政治的 一个关怀 华语语系 当然是合纵连横的 一个不断这样子 这个这个你来我往的过程 但是华语语系呢 更有它历史的脉络和面向 不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呢 我们没有办法一清二楚的呢 总是强调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让我们从这里就隔绝吧 怎么怎么样 这个移民的东西呢 像是一个幽灵一样的 阴魂不散 我们想要隔绝它 想要抛弃它 但是呢 有的时候难免它又像鬼魂一样 回到我们的思维里 回到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缝隙里面 所以如何我们保持一个警觉 去批判 也自我批判 这样的移民的幽灵 也就是真正的面对 历史的来龙去脉 不去简化它 相反的 把简单的事情 永远弄得更为复杂 永远让它产生历史的面向呢 成为这个所谓 后移民的一种批判的态度 所以在今天呢 尤其我想在这样一个课堂上呢 我要特别强调呢 这三种不同进入华语语系的方式呢 那么让我们理解到 原来这个问题呢 不应该只是一个 简单的空间的 政治地理的问题 也不应该简单的是一个 你来我往的一个交流的问题 那么更严肃一点的来说呢 它其实有一个历史的面向呢 尤其让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呢 来深刻的反省 谈到华语语系 我们用这个所谓历史的后见之名 我们难道不可以说 难道在魏晋南北朝 五湖乱华的时候 那不就已经是一个北人难来 所造成的众生喧哗的一个场面吗 当这个佛经被引用 从东汉引进到这个中国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一个外来的经书 经过翻译 一代又一代翻译的时候 我们今天把佛教当作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宗教传统里最重要的一个面向等等等等 我们又怎么去面对这个蒙古的帝国 怎么去面对大清的帝国 这些不但不是这个中国历史以外的现象 它很可能就是华语语系里的帝国主义 所以华语语系在这里 没有什么道德上必须要自明清高的部分 而是从这个所谓后移民的观点呢 让我们不断的采取一个自我批判的立场呢 来反思这个语系所带出来的强大的一种批评的能量 所以在这里呢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在这里呢 就不再延伸出我原来的这个一些希望要讲到的话题 所以总结刚才我提到的三种这个问题呢 我再说一次 我们今天面临的华语语系的讨论呢 是要把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语境呢 用排除在外的方式来讨论呢 还是用包括在外的方式来讨论 这个包括在外这个词 是一个诡异的修词上的一个调诡 是不是 这是不是我发明的 这是张爱玲发明的 那他不喜欢跟什么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请把我包括在外 通常我们说请把我包括在内 是不是 你既然包括了 怎么可以包括在外呢 正是这样一个内与外的一个暧昧的 模糊的这样一个分野呢 我强调作为一个华语语系的研究者呢 我们灵活的来看待这个语系的问题 那么也许在简单的二分法之外呢 一种更犀利的 更有批判性的 那么更有介入或干预性的一种做法呢 是我包括了广义的华语语系的现象 但是我把它包括在外 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通常呢 把台湾以及其他的海外华语语系的社群呢 那么当作是一个大集合 相对于此呢 那个中国被我们同质化 成为一个一个劳不可摧的 这样一个大型的帝国的一个一个政治的实体 如果用华语语系的观念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中国大陆的整个的文学现象 文化现象 也应该被包括在华语语系里面呀 当中国大陆的政府来说 你们世界华文文学怎么怎么样 好像他们自己不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似的 就他们是中国文学 我们却恰恰说 不对 这个中国也是发明出来的 这个中国发明的历史 也不过就是过去一百多年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华语语系 它可以大到包括你们自己以为高人一等的地位 而且更要说的是 当一个南方的作家写作 北方的读者真正完全看得懂吗 当一个广东的读者阅读陕西的甲平蛙的琴腔的时候 他可能拿了那个书觉得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一本书 完全没有陕西土画写出来的书 或者是像一个东北的作家 他怎么去和一个江苏的作家来沟通 所以在这里呢 怎么去解构 那个看起来是同质性的 同一性的一个广大的语言的疆域呢 这是华语语系所可以做到的 但是不止如此 我们却要说 我包括了这样的一个语境 可是我宁愿把它包括在外 因为呢 这并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时候 所真正要付诸的重点 我们宁愿是要讨论以台湾为坐标的 以马华为坐标的 或是以港澳为坐标的 华语语系的问题 所以这里呢 有一个灵活的一个批判的一个姿态呢 不断的来这个颠覆或是搅扰约定俗成的观念 第二点 什么是根的政治 过去呢 过分的强调呢 以空间和地理为坐标的华语语系的分别 所以这个寻根啦 诗根啦 这类有根的 有空间意向的观点呢 不断的成为华语语系的这个研究者呢 念之在之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根 或是地理或空间的问题呢 放在一个广义的时间的向度里面 去谈我刚才所讲到的历史的向度 去谈到历史里面各种千回百转的这个分进合集的现象 这里呢 我提出了式的观念 这个式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字 它是时势 时势赵英雄的时势 时间的一个是一个流转的力量 它是一个形式 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一个问题的现象 它也可能是一种气势 这个非常有气势 它也可能是一个姿势 这就有审美的向度了 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你的姿势是什么 是不是 这个你是顺势而为呢 还是逆势操作呢 还是有其他的各种造势的方法呢 等等 所以我强调这个式呢 是想突破现在呢 刻意的以权力作为论述焦点的 这样的一个华语语系的论述 它也强调了这个地理政治的权力 那么强调呢 从台湾为出发点呢 我们怎么样的来想象 这样一个式的观点呢 成为我们介入的另外一种方法 似乎是 那么值得我们等一下继续辩论 而最后呢 声音的问题 书写的问题 除了声音 各种样的众生喧哗之外 书写 毕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媒介方式 尽管我们讲了华语语系呢 有多少千百种的表达方式 当落实成为汉语和汉字的书写的话 那么这个汉语跟汉字 到底是一个强势的表意的一个符号系统呢 还是这个汉语和汉字呢 那么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相互职责 抗争对话的一个场域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今天只是点到为止 那么也许呢 将来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继续的来讨论 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不论如何呢 刚才讲到各种各样华语语系 所想象的这种所谓主体性的问题 不论我们是移民是殖民移民或移民 我所谓的三民主义或四民主义 那么到了后来呢 也许这个公民性的问题呢 是我们在台湾此时此地呢 我们大家刻意的要强调 而且要去思考的一个新的政治属体的一个格局 那么太沉浸在过去各种各样的这种民的移民移民移民 以及殖民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里面呢 未必是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个有利的公民主体的一个关键 好 现在呢我们讲到今天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义托邦的问题 这个我们熟悉乌托邦是不是 一个用语言文字或影像所构出来的一个最理想的 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有之乡 它其实呢在文艺复兴以来呢 是西方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论述以及文学论述 那么在中国我们很难找出相应的一个观念 我们讲桃花源啦 想这个这一类的都是很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的 而乌托邦强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一个一个政治实体的一个理想国 那么相对于乌托邦呢 在20世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乌托邦 或批判政治现实的乌托邦 一个完美的可怕的存在 这个George Orwell的这个1984是不是 或者是动物农庄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是我们讲的dystopia 乌托邦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再多说乌托邦和乌托邦 我假设呢大家都熟悉 我们讲的是义托邦 义托邦呢强调的是在一个社会的一个空间里面 经由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介入 一个社会机制的介入 所建立的实际存在的 或者是在这个textual 就是在这个文本上存在的 或者我们今天大家所熟悉的 在这个virtual在虚拟的世界存在的一种意志性的 意志性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解释一下 这个所谓的乌托邦呢 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一个他者的空间 而这个他者的空间呢 并不是存在在哪一个虚无缥缈的历史的或地理的将具之外 这个他者的空间呢 其实就存在于你我之间 而且我们这么习惯 义托邦的存在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视而不见 我们甚至觉得呢 这个义托邦是有必要存在的 因为有了义托邦才能够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合理以及正常性 所以我们怎么样和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当作是意志性的 他者的存在 那么相互相与为用的现象呢 这是这个我们特别今天要介绍的 而这个观念的发起人呢 Michel Foucault 富科 法国的这个20世纪末期最重要的这个思想家之一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用例子的方式来说明 但实际的比较细腻的辩证呢 就不再多说了 请看这个我给出的 应该说是这个Michel Foucault 所给出的几个专有名词 这个比方说是我们举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Heterotopia of Deviation 在我们的社会上 为了维持我们正常的良好的这个生活 我们必须把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人 不健康的人 不聪明的人 给他放在另外的一个空间里 比方说是医院 精神疗养院 比方说是监狱等等等等 因为把这些人排除在外 我们会觉得那我们的社会就正常了 就安定了 就合理了 就自自然然的过下去了 而事实上这些被排除在外的 一直性的空间 是被总是包括在这个社会里 只是我们宁愿的视而不见 所以这是一种意托邦的存在 或者是microcosm 一个小世界 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的植物园 我们的动物园 我们的博物馆 都是搜罗了各种可以想见的植物 或是知识的累积书籍 或者是这个各种奇奇怪怪的 这种收藏 博物馆 那么形成了一个小宇宙 好像我们进到博物馆里面 上下五千年或全世界的各种样的植物 一次我们全部都收容殆尽 是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宇宙 它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设置 是一个他者的一直性的空间 但是我们现在就觉得 有了这个空间 我们日常的生活 反而似乎比较安心似的 或者请看Hetrotopias of Time 时间的依托邦 这个我想 很抱歉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坟场 我们各种各样的公墓 用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区隔 生老病死 当这个逝者 那么被集中 被埋葬在一个地方 我们定时去扫墓 去对逝者表示尊敬 但平时呢 我们区隔开来 我们过我们正常人的生活 这里面呢 义托邦的现象出现了 或者是Ritual Purification 这是比较容易的 寺庙 宗教 教堂 我们去忏悔一下 完了以后继续做不该做的事情 觉得没关系了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设置呢 让这样的一个空间呢 成为主导我们日常生活的另外一种不可思议的方法 而最后一点呢 这个Hetrotopia of Illusion and Compensation 日常生活是这么样的无聊 烦闷闷或者是这个琐碎 那么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取代性补偿性的空间呢 让我们觉得比较快乐的 比方说这个无聊的时候到百货公司走一走 现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包山包海 认为就是让你进入以后 你觉得这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我们的度假 对不对 一天到晚出去度假 尤其是海上游轮 那么这个让你在海上呢 漂浮在大海里面 在那样一个被区隔的空间里面 你却以为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延伸 所以这是一种compensation 或者illusion 迪斯奈乐园 是不是到了迪斯奈乐园 大乐 不知如何是好 等等等等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也有很多可能性的 这个复科用了一个镜子 照镜子 我们每天喜欢这个对镜自览的 这个人可能也不在少数 左照右照 但是复科问我们 我们照镜子的时候 多少时间会注意到 镜子里面的投射的那个空间 其实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它是折射的 它是相对于我们这个现实的 肉身的世界的一个平面 但却似乎又立体的空间 所以在这样的两者之间呢 那个镜中的世界 是一个依托邦的世界 或者用今天的比较流行的话 你们喜欢这个selfie的同学 是不是 这个用各种名牌的手机 把自己照成像这个美若天仙的嘉丽 或者是这个精彩绝伦的 这个英俊小生 在这个时候呢 你经过selfie的过程以后 你其实觉得这个是我 这是这么可爱的王德威 但你明明知道他不是 但是你又觉得他应该是 所以在这个是跟不是之间 这个两者之间 似是而非 或真或假的时候 义托邦的 一直性的他者的空间出现了 而这个他者的空间呢 对富科来讲呢 有的时候强到可以主导 我们自己对现实人生的一些认识或认知 甚至成为现实人生的一个基础的 一个必然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条件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上 富科所讲的意思呢 当然是这个所谓的人自觉的 自为的主体 其实是有局限的 我们总是已经生活在一个 自我被区隔的 自我疏离的 一直性的他者的空间里 而他所要强调的呢 恰恰是那个压制性的 那种不能够真正被完全解放的 主体的一个现象 而在今天今天我们的这个课里面呢 所要强调的义托邦呢 却是他的发明性 却是义托邦的那种想象的 无远伏接的可能性 他的创造力 而我客人恰恰觉得呢 在文学的领域里面 义托邦呢 是文学家最大的法宝 在一个眼前无路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义托邦的 能量的作者呢 往往创造出无限可能的 各种各样的空间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继续的驰骋想这个想象 这个看起来前面 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 柳暗花明又遗存 所以在这些有想象力的 作家的笔下呢 那么各种各样的 这个生存的情境呢 出现了 他可以是这个光怪陆离的 可能是一个小世界的存在 可能是一个仪式性的存在 也可能是幻想的或虚构的 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特别把这个 义托邦呢 和文学的创造力 联合在一起 而我也特别要想强调 在华语语系的世界里 台湾作为一个义托邦的生产地呢 恰恰是应该我们引以为傲的 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大的资产 那么以下呢 我就用最后的时间 很快的来介绍三位作家 那么我认为呢 在他们的文学生产里面呢 最近有一些精彩的 义托邦的这些空间呢 出现了 而这些空间呢 非常值得大家的注意 那么第一位我要介绍的是 洛以军 大家大概比较最熟悉的一位 是不是 他这个脸书也特别受欢迎 那么他的作品呢 这个任何有气质的同学 我觉得都应该不要错过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2008到2010年 洛以军所写出来的 一个47万字的小说 叫做西夏旅馆 有没有同学看过 有一位 哦有四五位的样子 有没有听过这个书的 听过是不是 那么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但是我也警告大家 这个书不太好看 那么每一个部分写的都像诗一样的美丽 但是你把它连锁在一起呢 你找不出一个简单的故事来 这个不像是你们看《甄嬛传》那样 容易的起程转合 它是非常非常复杂 混乱绵密的 但是呢 我保证你 我不晓得那位看过同学 会不会同意我的话 这个你看进去以后 它让你着迷 因为它是用一种诗的方式呢 来创造了无限的文字空间的延伸 而这个故事本身到最后是什么呢 已经似乎不重要了 但是我仍然可以告诉你们一点 这个西夏和旅馆呢 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地理或空间观念 是不是 这个西夏在这里呢 影射了这个公元第十世纪到第十二世纪呢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这个北方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标志出来的 一个小的一个一个一个一族的文明 那么当时呢 在辽金元就是蒙古的还有汉的势力之下呢 这其实一个很小的一个文明 但是却有两百年之间有之久呢 这个文明呢却主导了这个区域的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局势 那么当然他有比较英明的领导者 他发明了自己的文化 甚至他自己的文字等等等等 但是呢 在蒙古人这个统一中国的时候呢 突然这个西夏的整个的族裔呢 被驱离了他们原来的故土 他们一路的流亡 不但逐渐的丧失了他们自己文明文化的遗产 最后呢 连他们的文字也丢掉了 而更最后呢 西夏人今天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了 完全这个种族灭绝了 没有了 那有的人说呢 这个前几年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的 那个汶川那个地方的羌族呢 很可能是西夏的后裔 但是我们不知道了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一段的文明呢 却一下子从此呢 被驱离了 那么在一个离散的路上呢 就完全不见了 洛玉军写这个小说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意思 这个是我们在看这个小说 最简单的面上可以看出来的 西夏被蒙古人灭掉的时候 那种逃亡的意象很吸引我 小说有一只寄兵 军在一直逃 一直逃很恐惧 就像我父亲那时候到台湾 一有社会危机就去买一大包卫生纸油来囤积 随时准备跑掉 所以洛玉军呢 作为一个外省第二代的作家呢 他其实呢 是想把他父亲那一辈的那种逃亡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呢 把他历史化 把他抽象化 变成一个西夏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平行对比 其实呢 洛玉军的母亲是这个是闽南人 是所谓的本省人呢 所以他这个地方对族裔的敏感性啊 敏锐度呢 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特别的 我特别把这张照片显示出来呢 只要想想看在1990年代 当这个朱天心 这个大家知道啊 或是也不太知道 知道 至少听说过有这么个人 好 这个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在90年代的初期呢 这个最后一代的呢 呼唤眷村文化的这么一位作家 想象那个眷村那种封闭的纯净的一种 但是是流亡状态的一种一种生活的群体 那么这是朱天心事的一种一种一种想象 那么当时的三三集刊是不是 那么这一群包括朱天文等等等等呢 形成了一个呢 遥想这个故国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文学的群体 那是当时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呢 时间再过了20年 到了洛以军这一带呢 那样的一种眷村的想象已经没有了 现在想象的是旅馆 所有生存的情境呢 不断的check in check out 不断的就是在那种二流三流的这种 这种小旅馆里面呢 有一点点色情的东西 又不太干净 但是呢 所有的男性似乎都被引诱的那一种生活的情境 是在那样的一个猥琐的背下的 那么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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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的情境里 路易军在思考着他自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没有那种纯净的乌托邦 也没有那样亦无是处的义托邦 我们所看到的呢 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诡异的 无限延伸的有无限怪异的房间的这个西夏旅馆里面各个房间 你打开那个旅馆的门 每一个房间里都告诉你一个或者是恐怖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色情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荒谬的故事等等等等 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角图尼克 他居然是这个800年西夏流亡之后呢 自己冒出来了解他是最后的一个西夏人 他为什么会到了台湾呢 或者图尼克为什么在这个西夏旅馆的各个房间里面 胡乱的串流呢 是我们不知道 那么为什么他有一天把他的妻子头给砍下来 然后抱着那个砍下来的头 那么四处跑来跑去呢 各种各样奇怪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呢 发生在这样一个旅馆里 那么洛宇军的荒谬性 那么从这个荒谬的情境里面所带出来的 那种生命的那种惨淡的现象 那种自我异端化的那种那种感觉 那种自我感觉到最后呢 从人变成了兽 变成了一个东西的那一种绝对的疏离感 那么最后呢 强调说 请看最后三行 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人 被抛离在一个生存的处境中 慢慢的变貌异化 变成一种长出瘦毛和鳞片 形成另外一种歪斜之梦的孵梦风潮 所以这是他所要讲的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你们看到这一页呢 看到很多的文字 看起来都很清楚 很有条理 但是我们看不懂 不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图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西夏文 早就已经流失的西夏文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经过了考古的 这个考古专家的 一再的这个挖掘探索 从各种断检残编里 重新建立一个失去的 西夏文明的一个现象 那么已经歪斜了 已经流散了 已经扭曲了 怎么再去复原它 所以经过西夏旅馆这样一个作品呢 洛宇军似乎在暗示着 它的作品是不是也是那个歪斜之梦的一个部分 而它的作品是用这么样吊诡的 那么神秘的方式来叙述 它像是中文小说 又不像是中文小说 它让我们了解到 这样的一种文字存在现象的本身 是不是已经有意无意的 反映了它个人的那种生命的离散的疏离的感觉呢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创作的存在 就已经是一个义托邦的存在 也许过了三百四百五百年之后 所有的现在的各种政治历史 都变成可笑的过去史 一切都灰飞烟灭的时候 也许有一天五百年后 有什么样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一本书 西夏旅馆 那么在那个阅读和指认的过程里 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在阅读西夏文那样的 勉强的把它拼凑成为一个新的意义的系统呢 所以历史可以是这样的残暴的 历史可以是这样的让我们理解到 所谓的这个所谓华语与系里面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似乎是不能够化约成为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此时此地的宣言或是立场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我对于西夏旅馆的解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二位要介绍的作家叫黄锦树 听过吗 只有一位同学在微笑 其他的大家都面无表情 显然是对他毫无所知 那么这个作品的这个照片你看出来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但是你看出来他们个性很不一样 那么一位是雌眉善目 另外一位是这个横眉树目 那么黄锦树 那么1986年来到台湾 马来西亚柔佛南方的一个小镇 这个橡胶园等等等等 来到台湾呢 所以86年到现在已经在台湾定居了29年了 原来是所谓的乔生 那么在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呢 那么变成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在某一个意义上呢 黄锦树是第一代的外省人 不是吗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落地生根了 在这个地方呢 开始了他的这个家庭 但是尽管他的孩子 现在是在台湾成为了所谓的第二代 那是真正的外省第二代了 但是黄锦树所思考的 仍然是他魂牵梦营的马来西亚的家乡 所以这里面的产生的一个辩证呢 可能就和刚才史书美教授 所谓的反离散的问题呢 产生了一个张力 过去是那么样容易的被遗忘吗 或是遗忘过去的方式有多少呢 那么在这里呢 黄锦树选择了像这样的一个立场 历史是一个债务 不论我自己的生存的背景 不论我的族群 不论我的各种各样其他的家庭的因素 个人的追求 大的历史 小的历史 是一个战物 对我而言呢 是一条破船 而形式是修补术 现在作为一个文学的从业者 我用书写的方式 用文字 用意象呢 来修补那个千疮百孔的历史 那么修补到什么什么程度 不知道 但是至少呢 这个活动是在进行着 而修补历史的方法呢 有很多种 今天呢 我只介绍三种 三种作品 这个地方是为了 不知道在马来西亚在哪里的同学准备的 那么这个 请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在这个东南亚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课是 我们这个课讲亚洲共同体 还是东亚共同体 亚洲 那至少东南亚还包括在内 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想到的都是东亚 都是想到的比较高级的日本和韩国等等啊 那么 但东南亚呢 我要强调的 和在台湾的在地的华裔 或是华语语系呢 其实更有这些亲密的关系 那么不要讲别的 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呢 仍然有将近700万的华裔呢 用华语 用中国话 用这个 这个汉语 在书写 用中文 或是中国话来沟通 那么也许有各种各样的方言 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但是呢 语言在这个地方呢 成为他们抗争在地的 马来西亚的 污译的传统 最重要的武器 所以在这里呢 在马来西亚这个语境里面 去谈反离散 去谈落地生根 这个可能是 有点 甚至是不太厚道了 那么当这些 七八百万 六七百万的华人 这么样的受到 这个政治的压抑的时候呢 只有在语言上 他们找到另外一种呢 强调自己族裔的 特殊性的一个方式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特别要强调 这个这个 东南亚 尤其是这个 马华文学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 一个比较近的 一个大型的 一个一个图像啊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 他的这个地图 但是我今天 应该在这个地方 特别要介绍的 三个作品呢 应该是 第一个是鱼孩 那么第二个 第三个 南洋共和国的 这个五部曲中的两部 这个鱼孩 这个作品 有没有听说过呢 我们是不是在课上 请大家读过了 这是跟台大 有关系的故事啊 对不对 这个中文系 看起来 不是一个好地方 是不是 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年轻的 中文系的教授 不回家 是不是 然后在中文系的 这个小办公室里 弄了一个小酒精灯 对不对 然后弄了一个小炉子 跑到醉月湖里面 抓了几只乌龟来 然后在这个小酒精炉上 把它烤 烤完了以后 把它的头 把它的肉吃掉 把它的硅板 硅壳怎么样 把它这个一点一滴的 把它掏空 晒干 那么用这个三千 四千年以前 殷商人占卜的这个模式呢 把它这个重新的 再诠释成为 另外一种书写 和表达书 这个写意 表达书情的方式 所以这个故事呢 充满了鬼魅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黄锦树呢 用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来叙述一个流亡在台湾的 马华的知识分子 在九零年代的那种 七皇的 进退两难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作品后面呢 有一个很大的故事 是在鱼海里面 仍然没有表达清楚的 而在过去的这两年呢 他以南洋人民共和国 备忘录 以及邮件浮渝 这两本作品呢 表达出来 南洋人民共和国 是我所谓的 义托邦 这个地方从来不存在的 我们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那是一个伟大的所在 但是没有想到 南洋共和国呢 人民共和国 似乎是可以成立 却没有成立 而这个备忘录写出来呢 却是如此的杂乱 如此以各种各样的 大大小小的故事 莫名其妙的 形形色色的人等呢 所累积出来的 一个备忘的 一个历史的记载而已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对不起 在这个故事的系列里面呢 黄锦树其实提到了 马华的这个子民呢 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往事 刚才已经说到了 这个马华呢 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呢 形成他们自己的 一个族群的力量 那么在1940和50年代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华裔的 马来西亚的这些居民 人数大概300到400万左右 那么在这个英国殖民的 这样一个笼罩的 势力的笼罩之下呢 他们艰难的呢 维持自己的一个生活的 一个文化的正常性 或者是对于文 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传统的 一个一个一个正统性的坚持 但时间呢 到了1950年 当英国的殖民政府呢 认识到了这些马华的居民呢 他们这样蠢蠢不安的 一种内运的 一种文化的抗争的局面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这是危险的 而同时呢 在这个冷战开始的时候 似乎这些华裔呢 尽管离开了家乡几十年 或是上百年 居然和中国大陆的新兴政权呢 摇摇相对 俨然要在马来西亚的半岛上 形成另外的一股呢 所谓的这个侵华的势力 那么侵华不见得侵共 但是呢 这个共产党的各种各样的理念呢 却似乎成为当时华人呢 唯一可以依靠的一个政治的信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英国的殖民政府 虽然摇摇欲坠 却采取了强烈的手段呢 将当时有可能亲共嫌疑的 尤其是住在郊区 或是乡村的这些华裔呢 把他们完全的这个集中起来 以一种所谓的半集中营的方式呢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 所谓新村的建设 就像我们台湾的眷村似的 但是那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 都是集中营式的 半集中营式的这样一个存在 而这些居住在新村里的 马华的人民呢 大概有五六十万人 那么他们呢 很多的时候在一种极度被羞辱 但是又想抗争的情况之下 铤而走险 真的去加入了在丛林里面的 马共的活动 所以这里面有很曲折的一个 政治历史在后面呢 这是黄锦树鱼孩的后面的故事 在黄锦树鱼孩的故事里面 到了台湾的那位马华的学者 有一个哥哥 这个哥哥呢 在当年呢 很可能参加了马共的活动 最后被驱逐进了这个森林里面 一去不回 那么多年之后呢 这个年轻的马华的学者呢 好像找到了哥哥的遗骸 是不是 所以这个鱼孩的鱼字呢 有两个解释 不论如何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 那么一小撮 逃入丛林里的马共 基本都是华裔 他们幻想什么东西呢 他们幻想 也许有一天 可以形成一个政治的实体 和在当地的这个殖民者来抗衡 那么形成一个所谓 独立自主的一个新的国家 可是历史的荒谬处 在于1957年 当马来亚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以马来义为主的 以乌义为主的当地人呢 名正言顺的说 我们建立了我们的国家 这不就是你们这些马共 当初所要的吗 但是这个国家 它主要的这个人民的族裔呢 却是马来裔 而不是华裔 这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他们毕竟是多数 而华裔是少数 所以这些在丛林里面的马共呢 逐渐逐渐的失去了 他们抗争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而更何况当中共呢 刻意的和马共 以及其他的东南亚的共产党 保持距离的时候呢 这些马共变成了奇怪的历史的孤儿 这是另外一种可笑的一种孤儿的故事 所以从1930马共开始建立 到1989年 马共走出森林 完全与政府这个弹劾 这几十年里面 有为数不多的 但是却非常强悍 而且坚韧的这些华裔背景的马共呢 形成了一页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黑暗的历史 而黄锦树今天的目的呢 恰恰是要把这一页历史再把它挑出来 但是他写作的方式呢 却是嬉笑怒骂的 却是各种各样的断简残篇的组合 各种想象的 可能的不可能的事件的一个集合 那么当人民共和国 是用中华这两个字 所形成的历史的大论述 非常雄魂而壮丽的 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黄锦树用虚构的 用小说的 告诉我们的那一页呢 不堪回首的 而且从来没有发生的 南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用这个方式呢 我想他记录了那一代的 马华的这个华人呢 不堪回首的 也不可言说的 不说也罢的一段历史 被阴没的历史 而当历史那么无能 来展现这样的史实的 复杂性的时候呢 反而是小说 用一种一托邦的方式呢 来再一次提醒我们历史的 像一个三菱镜一样 折射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层面 好的 我们现在呢 以最后一个简短的方式呢 来结束今天的课 我要用董启章呢 来作为一个最后的例证 那么这位作家呢 其实和台湾的文学呢 似乎有关系 又没有关系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一托邦的一直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台湾的出版业 没有台湾的文坛 不可能有今天的董启章 那么今天呢 他已经成为香港文学的 一个代言人 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好的作家 但他绝大部分的作品呢 都是先在台湾出版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什么是台湾文学 就台湾文学 在什么意义上 可以成为一个兼容并序的 华语与系文学生产的集散地 我想那应该是我们的信心 也应该是我们的野心才对 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 只有一部小说 或是一个小说所形成的一个形象 就董启章的作品里面呢 建设了一个V城 就是英文字母的V ABCD 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V 那么V城呢 影射的是维多利亚城 Victoria 我想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个V城很可能是一个香港的代言人 但是呢 在董启章的作品里 这个V城是一个虚构的浮城 是一个千百年之前 从来就可能有它的存在 但又不太确定的 所以在V城的这个作品里面呢 包括了什么 V城樊胜路 V城孟华路 我想任何在这里 读过一点点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同学 就立刻想到了 这个孟华路不是 不是南宋的时候 孟元老写的东京孟华路的翻版吗 那么这个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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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胜路不是这个西湖樊胜路的另外一个翻版吗 换句话说呢 董启章偷偷的回到了历史 把过去的各种各样描述 曾经显赫一时繁华不已的那些城市 那些城市 像是建康 像是北京等等呢 把那些书写呢 偷偷的挪用 到它作为对香港的重新的想象上 而这个城市呢 有它似乎和历史对应的部分 但是在未来 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未来的故事 想想看 也许2046以后 香港路沉了 沉到海底去了 香港可能再也没有我们看到的繁华了 但从过去的香港的废墟里面 从过去各种离下来的断检残片里面 也许我们可以曾经想象过 有一个城市叫做香港 它曾经那么样的繁华 它曾经是那么样的不可思议 什么是城市 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城市本身就像是一个小说一样 就像一个虚构 就像一个叙事 永远结合着现在时事 未来时事和过去时事 而且虚线一直在发展 像个永远写不完的故事 那么今天的台北 今天的上海 今天的北京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董启章呢 把这个空间的一个观念呢 把它成为一个虚构的指南 那么特别强调呢 城市本身的存在呢 就是一个意志性的依托邦 总是在变幻 总是在似真似幻的情况之下呢 诉说着历史的种种的可能和不可能 所以董启章的这个V城 尤其是他的像这个地图集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一再地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呢 无法通过解读地图 回到原初的故乡 今天呢 用地理的方式 用这个其他所谓的科学的方式呢 很难让我们了解到 生命情境里面的各种来龙去脉 名字是指涉的唯一保证 今天呢 只有用不断命名的方式 不断呼唤香港的方式 也许还能够提醒我们 曾经有过什么的时代呢 有过什么样的地方呢 有过那样的繁华 有过那样的动乱 有过那样的最后的承诺跟衰亡 等等等等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小说作为一个义托邦呢 已经不再是一个 一个所谓纸上的文字游戏而已 小说呢 成为承载见证历史的一个 最后的有利的一个 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而所谓的未来的考古学呢 正是这个东启章所希望建构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义托邦的观念呢 在今天呢 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批评 或者是进入我们对于历史空间想象的一个方法 而再强调一次呢 那么作为一个华语语系文学的重镇 台湾文学呢 它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资源 所以我很希望在今天的这个课以后 至少能不能有三位同学到四位同学 能够迫不及待的到图书馆里面 能够借出董启章的《一城繁盛录》 或者是黄锦树的这个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 或者是洛义军的西夏旅馆 我想你们会欣赏的 你们会有这个很有趣的发现的 那么只要节省每天十分钟上脸书的时间 我可以保证你们 我们所承诺的义托邦 远远超过你们所看到的 这个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游戏 或者是各样的记录 好吧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王多岳老师 给我们这么精彩丰富 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演讲 那么王老师开始的时候 先跟我们说明了话语语系 然后以及义托邦 那这两个语会背后所观设的 复杂的面向 那以及相关的问题 之后呢 又透过三位作家的小说 来跟大家做具体的这个说明 虽然我们是以小说 作为最后的论证举例的说明 可是呢 王老师他所带出来的讨论 那以及所观设的面向 远远超过小说 这个叙事文类之上 他让我们思考到 语言的声音文字 那还有他背后 种种的复杂的历史的 以及地理空间的问题 那今天我想非常难得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跟王老师请教 今天演讲当中 同学们还觉得意犹未尽 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知道的问题 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就开放同学们 来跟王老师提问 请教 那不知道哪位同学有问题 你看那边已经有同学迫不及待 来请 老师好 那个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就是妇科在讲 提出这个意托邦的论述的时候 就是说认为说意托邦可能会 虽然作为一个就是虚幻抽象的空间 但是可能反而会反过来 造成人对这个现实的一个 更强的一个影响这样子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老师 就是在这个华语 这个语系的这个文化圈里面 有没有看到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文学创作的意托邦 而造成这个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就是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影响这样子 谢谢 现在回答吗 非常谢谢 这个真是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妇科所要强调的这个意托邦的观念 它其实是一种比较被动 而且批判的方式 认为因为意托邦的存在 解构了我们视为当然的 所谓主体存在的本然性 或是本质性 它强调的是意执性 所以我们周遭呢 有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意托邦 来解构着我们 对不对 来操作着我们 让我们理解到 我们视为当然的事情 它其实总已经是可能被内在的异化了 总已经是被管理了 甚至被颠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恰恰是我觉得呢 在我们今天 尤其是以我个人在 在国外教学的经验呢 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大的论述 把一个必然存在的 大中国的论述 视为当然 就是这样了 但殊不知呢 我们恰恰用复刻的意托邦的观念 用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观念 来强调 其实呢 因为意托邦的存在 让我们了解到 那个本然的想象的本邦 它毕竟也不过是一个想象的产物 OK 这是第一点 解释复刻的部分 然后你来问我 就是说 在过去这些年 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 曾经有过的 这样的所谓意托邦的存在 它曾经可能影响了 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论述 我先可以用一个比较玩笑的方法来说 在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三毛的问题 是不是 我用这个用三毛的例子来说 在一片反攻大陆的这个格局里面 最先率领我们反攻大陆的呢 其实可能是三毛这些人 或者比三毛更伟大的 我认为的一个意托邦的作者呢 当然是金庸 这个金庸呢 他所强调的一个 一个文化中国的一个观点呢 比十个杜维明 或者是两百个王德威 可能都有用 是不是 他用他的小说的方式呢 那么风靡了 不只是一代两代三代的华语 以及中国世界的读者 在那个世界的里面的那个文化中国 我相信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权 用多少的这个网络的网军的搜查 可以控制得了的 那么或者是用延伸的来讲呢 80年代呢 这个穷瑶怎么反攻大陆 我们今天大概知道 穷瑶的都已经不多了 对不对 这个大家多半都是90后的 这个在670年代 他所形成的一个 以这个感情为中心的 一个文化生活的情景 那所造成的轰动呢 先是在台湾跟港澳 那么到了80年代的初期 由他所示范的那样一种 所谓的生存的伦理 尤其是感情的伦理问题 尽管非常歇斯底里 涕泪飘零 可是对那一代的中国人 却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义托邦的存在呢 它是在很细密的 而无从探知的一个状态之下 它其实改变了很多文化的生态 那么我们其实今天讲到 这个过去这些年 最伟大的反共的民族英雄 可能应该是邓丽君吧 对不对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唱起来的时候 恰恰是在红太阳 正在高照的时候 那么在那一个时代里 将近几亿的中国人 在唱这样一个歌的时候 这个歌声这样的一个旋律 所带出来的一个heterotopic 一种幻觉 我觉得这些次入的观点呢 恰恰是华语语系 可以继续致力的 那么当然从比较严肃的 批判的声音 我们有其他的例证 但也许我们先在这里打住 那么也许在以后再继续交谈 好吧 好 那下面还有哪一位 同学有问题来 请 那个我是法律系的 然后 然后不抱歉你了 这样太尴尬 然后我想问老师的是 就是老师的众生喧化概念 其实我觉得 不是 我觉得就我以前读过老师的书是 介自那个巴赫金的 那个众生喧化概念 可是我读巴赫金的书的时候 他其实是讲究一个多元 或是应该说是非 不是有一个主要的声音的多元的那个对话 可是我觉得在华语文学系里面 就是中国或者是说 中国这个意向一直是一个权威 或者是 或者就是巴赫金想要说 想要批判那种权威的主义 那那种 我们是不是 就是在结构的同时 我们是应该先对这个大权有所批判 这样就像是沙伊德那种东方主义 那我们是应该对中国主义有一种批判 或是什么之类的 想请调一下老师的看法 非常谢谢 这个众生喧化我在1988年写的 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吧 是不是 所以你提到这个书 我特别感谢 这个是 这个是当时这个在理论热 狂热的时代呢 对西方的一些理论的介绍 但是今天你提到 我突然真的是心头为之一震 很多年以前 但是你第二个问题是特别严肃的 就是这个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不去碰触它 就是你刻意的区隔的话 其实是把自己的 我刚才用这个是的问题 就把你的知识做小了 把你的格局自我设限了 而我在这里立刻的一个回答就是 中国这个词 可能只是20世纪的发明而已 在清以前用中国这两个词 完全不是我们今天以主权 以一个所谓的刻意圈定的一个地理范畴 以及意识形态 以及管理方式为主的一个中国而已 这是一个发明 现代的发明而已 我恰恰可以用葛兆光教授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一本书 叫做宅兹中国 作为回答 那么中国这两个词呢 它其实最早是来自于周朝西周的名气 就是它的当时的祭祀的契事的契民 它的一个名文 当时用中国的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意思 就是我在这个地区 这个位置 所以中国本来是没有那样的一个 现代政治意涵的 所以今天呢 当然葛兆光先生的这个书 在中国大陆出版是非常微妙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那么但我们今天呢 就像刚才您说的 用华语语系的立场呢 恰恰我们所谓能够发挥的批判 以及解析的能量呢 有些不见得是解构 但是我们用一个真正看待历史的方式 已经看出来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权威的话语 作为话语而言 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被历史化 可疑的 甚至可以被推翻的 所以在这里呢 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强大力量 每天走上街头 每天去占领 可是呢 在另外一方面 即使从语言的角度 从文学的角度 我们其实对中国的反思呢 是不断地可以再进行的 所以我只用了葛兆光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当然有其他的可能性 也许以后再来交谈 谢谢老师 我是台大中文系大学部三年级的彭兆轩 老师刚刚的演讲当中 有提到关于华语文学 或者是 就是以这个语言作为 作为分类基础 或者是什么的一些思考 那在语言的思考当中 出自我个人的经验 跟我个人的品味 我对翻译这件事情 非常有兴趣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在台湾的文学市场 其实有非常大量的翻译作品 那那个可以说是市场的主流 然后对我们这一代的读者来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文学养分 或者是阅读养分都是从翻译当中 就是我们是从借由翻译作品当中 得到我们的文学养分的 那可是我想说的是在翻译这件事情 就是翻译这东西是把另外一个语言 转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观察到一个 我自己觉得有点有趣的现象是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中文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好像渐渐地出现了一点改变 然后同时又因为翻译这件事情 在台湾如此的市场化 或者是如此的具有分量 台湾的中文 或者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语言 似乎是一点一点的在有一个很 我不知道怎么说 一个非常奇异的变化 我不晓得老师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一些想法 很抱歉 这有点个人感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其实我非常感谢你提出来 这个恰恰是华语语系 刚才讨论语言跟书写之间的一个 一个关键点 但是很抱歉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不能多说 我用两个方式来回答 一个是比较偏向文化史的方式 那么翻译呢 尤其在台湾这个语境里面呢 它成为尤其是文学的一个 一个消费的主流 对不对 那么其实不只是这个文学 甚至文学理论 包括我们刚才所谓众生喧哗的理论 等等等等 它都是翻译 经过翻译呢 介入 然后进到台湾这样一个 这个话语跟书写的领域 所以它应该已经是我们 总已生存的一个现代情境 我们总是在无时无地的 一个翻译的情境里面 而这也是华语语系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 必须碰触的问题 那么华语语系呢 不能去想象那个中周正运 不能去想象那个最完美 最原始的一个语言的存在 它总已经是翻译中的 被翻译的或有待翻译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翻译现在牵涉到 非华语的语境了 对不对 一旦牵涉到非华语的语境呢 它恰恰彰显了 华语系研究的一个开放性 你总是敞开着 那么去欢迎或是去拒绝 或重新的诠释 或者是半调子的攫取 那么各种不同的语系的资源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尤其在现在的这个国际 这个快速流转的资讯的 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这个是一个 我们生存的情境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想要强调的是 那么这个翻译的问题呢 是不是在这个二十世纪的初年 已经是一个中国 这变成中国的一个问题了 就连锁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这个国家这个观念 经过一个翻译的过程以后 进入到中国 把原来的那个 好像没有太强的 主权政治意思的中国呢 变成了我们今天 二十世纪所认为的中国 这是翻译 这不但是翻译 而且是翻译的政治 或是政治的翻译 对不对 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年 一直到一九二三零年代呢 那是另外一个重要的 翻译时代 所以我想从华语语系的观念呢 来看待各种样的事物的话 即使是我们所谓的 原来我们居之不移的 这样一个中国现代语言史 文学史或者是历史呢 它也可以变成为一个 众生喧哗的现象 而翻译呢 恰恰是那个核心 那么其次呢 讲到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 一个说法了 就是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呢 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产生强作解人的方式 或者翻译要不要翻得比较顺 比较容易读 比较切合我们的情况 或者你翻译的感觉是要 让读者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是外来的 所以你要翻译出 它的不可翻译性 就必须要用那种 拮据熬牙的 比较翻译体的东西翻出来 才感觉出来 这个它的翻译的这个能量 所以这些辩证呢 牵涉到技术跟审美上的决定 而这些技术跟审美的决定 又强常常的影响了 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 所谓西方的 或者是外来的语种 进入中国语境的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我用另外一个例子 来解释你的问题 哈金我刚才讲到了 是不是 那么他呢 想把自己的英文作品 翻成中文的时候 他觉得没有办法翻 他自己是双语作家 但是他完全不能够进入到 那个中文的语境来 那么所以常常我们读哈金的作品 不论是他自己翻译的 别人翻译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 等等等等 另外是张爱玲 张爱玲他写这个 他把海上花用无语 用苏州话翻译成国语 那是一种翻译 那么然后用 把国语的版本 翻译成英语的时候 就产生了问题 那么前些年 我们出这个海上花的英译本的时候 这个评审 就是这个审读者觉得 这可能是张爱玲吗 他的英文怎么会是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 而不是英文好不好的问题 而他完全没有办法 把那个原来的海上花的 那样的一种风格 那种风华 翻译成为另外的一个语境 所以你讲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点到为止 好吧 那我本身是大陆籍 然后是在美国 北卡教堂山大学年数 我今天听您讲 这个义托邦 觉得很受感慨 然后我就在想 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义托邦的兴起 会不会与自我定义 或者是自我身份的定义的价值 的丧失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自从五四运动之后 一个整个维持中国精神寄托的 道同丧失 那可能会不会大家 一直在寻找一个 寻找精神寄托的 精神寄托的一个方面 一种方式 那义托邦的信息 会不会这样给 给中国或者是给 这样一个民族 找到了一个精神寄托的 位置之类的 谢谢你 好 谢谢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我先容许 我先和你做一个不同的对话 我认为从五四以来 我们最想找的是乌托邦 而不是义托邦 从这个梁启超的 新中国未来即开始 有多少代的作家 知识分子 政治领导人 都是在寻找乌托邦 就是我们希望经过 各种各样的方式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方式 建立一个最好的 最理想的中国 是不是 一直到最近的这个中国梦 这都是一个乌托邦的格局 所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其实带来了 无限的憧憬 也带来了太多的挫折 我想大家在座都会理解 我的意思的 但今天我们讲乌托邦这个词 其实是在这样一个 特别的一个语境里面 介绍出来的 那么我当然自己 有做了一些发挥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富科原来对乌托邦的解释 那么他认为是一个 无所不在的一个 它其实是定义我们的身份 主体的一种 异己的或者是疏离的 一种存在 但是呢 我们往往忘掉了 这个异己跟疏离的力量 我们以为就是就这样 就是存而不察 这个随时就很习惯的生存下去了 所以这一点呢 我就觉得是 我比较同意您刚才讲的 就是在这个很多的政治的形式之下呢 这个义托邦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但是呢 我们却居然认为 那个义托邦是个乌托邦 是一个最理想的存在的形式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张力 正是华语语系 可以用力的地方 而我们当然最希望的是 不希望有一天 乌托邦变成了乌托邦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义托邦在这个真跟 真实跟虚构 在乌托邦跟乌托邦之间呢 它不断地介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文学研究者 以及作为人文研究者呢 我们的能量所在的地方 那么绝不人云亦云 绝不化简 化繁为简 而我们应该化简为繁 是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谢谢 谢谢 真是非常谢谢王多伟老师精彩的演讲 以及刚才同学也很用心精彩的提问 以及王老师的回应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王老师的演讲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王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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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